因為我們都是基督徒 應該說我們的信仰 應該說我們的信仰 對我們來說 愛誠只是 他地上的這個肉體休息了 真正的愛誠 他的靈魂已經 到主耶穌那裡去休息了 童童現在狀況如何 童童還可以 我幾天去 幾天就是陪著他 還可以 還可以就是 很虛弱然後 瘦了好幾公斤 還是吃不下東西 但是 我們一起禱告 他也知道說 愛誠現在是 在耶穌那裡好得不得了 只是他知道說他要承受 所以童童搬家的事情 現在處理的還好嗎 這個就交由他們 其他人去處理 因為我也不方便 我覺得活著的人是比較 比較難過跟辛苦的 所以 我也希望說大家就是 盡量給王瞳 空間 以我們的信仰 我們其實是很有盼望的 所以今天整個的現場 是用音樂會的方式 因為艾成他最想要做的 就是開一場他的演唱會 而且他很想要開的鳥巢 就是大的演唱會 所以今天會有那麼多的 這個包括直播 線上 如果能夠達到就是好幾萬人 那就更好了 因為大家就可以 用音樂會的方式 來追念他 希望今天有一個很圓滿的音樂會 然後讓大家就是 把艾成在這個世界上 在這個社會上 他那麼正面的力量 他到處傳福音 然後唱歌 甚至於有時候搞笑 就是把他最美好的那一面 留下來 今天是我們 新兵日記所有的弟兄們 然後來送 艾成一城的 大家都沒有心 我們也編排了一些 自己想講的話 那希望 艾成在 在天堂 沒有空 然後我也希望 大家對他的回憶 能化成祝福 第一時間 你就先到現場去陪伴家屬 然後去處理對不對 那家屬現在的狀況如何 因為我們知道 他在台灣那時候 因為家人都還在馬來西亞 那我知道他在台灣 沒有家人在 那 所以我就想說 好 先去幫忙 其實後面家人來了之後 我就是全權交給他們 家人去 去處理 然後由他們決定這樣子 我也是 到眼線跟我說嘛 然後 那我們後續有 有去看彤彤 然後 那 我們 也是 盡量聯絡 看能夠 我們能做到的部分 能夠怎麼做 然後來 大家互相幫忙 因為其實 新運氣 拍起來時間說短不短 說長也不長 但是 我相信 這段時間一年多 將近兩年的時間 雖然不是真的在當兵 但是大家像同袍一樣生活 每天吃 睡 玩 都在一起 那今天當然 很不捨 所以 我們 只要能夠 來的 我們今天大家都會來 那有些人可能沒有辦法到場 然後 但是有 有帶 話 也是 工作上真的 很沒有辦法 臨時請假跟走開 那 他們也 托我們心裡 跟愛神說話 所以 就希望他能夠 一路好走 去找他的神 謝謝